这件事情麻烦请点常用 底下的转换资料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把这个降血压要口服 我要新增一个栏 新增一个栏就是点 新增资料行的新增资料行 可以吗 好请你在TOWCLU的编辑器里面 如何新增一个栏 简单的说就是请你先找到新增资料行 一请点新增资料行 二请点自定资料行 请把这个资料行名称叫做要名 要的名称 对吧因为这两个这不是都是药吗 好然后麻烦请这里面 你输入两撇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要降血压 对 降血压就是血压药了 降血压的药 好确定 这这就是新增资料行的做法 还没做完 接下来我这个药名一定都是文字 既然都是文字我就不要用ABC123 所以请点 请点这个ABC123改成文字的ABC 好 再来我希望它搬到最前面去 对吧 这这绝对没有问题 当然你留在最后面也可以啦 我只是希望说 你稍微知道一下 对不起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移动 请选择到开头 到开头 千万不要拖翼 拖翼是左右 那就算了 因为这里面确实没有那种移动 有啦就是左方右方啦 可是可是我觉得 因为你要拖很久 有何必浪费那个时间 所以就点到开头的移动 可以吗 好了 这个降血压口服做好了 当然相对的还有什么抗忧郁症 而且那个蓝位名称要一样哦 都要叫药名 因为我我是要准备还有第三张第四张 好了 来请点选左边的抗忧郁症 然后新增资料行 制定资料行 重复再做相同的动作 请把新资料行的名称叫 然后接下来呢 凉撇先打凉撇 你你会发现现在层次设计 你打了左刮弧 他就给你加右刮弧 你打左边打凉撇 右边就会帮你加凉撇 好 这这个 拍成也是 R也是 这大家都是这样子 那以前C跟Java 绝对不是这样子 自己打 对自己打 所以就很容易漏打 好 然后这个叫做 抗忧郁症 然后确定 一样请你们 请你们这边 这个abc改成文字 abc123 类型一定要改成abc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要做什么事情 移动了 把它移动到最前面 请问一下 如果你没有移动 一个在最前面 一个在最后面 等一下我合并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还是对得到 他是用那个蓝名去对的 就是蓝位名称去对 可是你没有必要去考验 这一套软体 好 我只是告诉你 他是对得到的 好 请点选 那个移动到开头 可以吗 好了 这两个档案我已经 这两个资料表 这两个资料表 我已经处理好了 处理好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要把 这两个档案 合并起来就好了 合并 我一个档案20多Mb 一个档案好像十几Mb 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 他不是一直在跑 跑 你就要等到跑到30多Mb 才有可能跑完 这样知道吗 那就要考验 看看你说要不要买更好的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